他是日本黑帮中的佼佼者 与山口组 筑集会 并称为日本最大的三个暴力团 虽在日本本土之外的名声不及山口组 但在日本本土却有着修罗厂的名号 他就是日本黑帮史上崛起最快的帮派 道川慧 1944年 日本沦为一头困兽 日本天皇带领他的子民走入前所未有的末路 日本军费支出高达78.7% 工程里几乎没有南工人 他们都被派赴前线为恐怖的军国主义现身 直至两颗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 日本天皇和他的勇士们才猛然惊醒 1945年 日本签署战败协议后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以征服者的姿态占领了日本 自此担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达六年之久 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台上皇 摆在麦克阿瑟面前的不只是战后的满目疮痍 还有大量军人回归社会的动荡不安 日本亟待建立新的秩序 而新的秩序需要武力的震慑 对日本疯狂的玉碎行动 仍心有余悸的麦克阿瑟断然不会重新武装日本 但社会中的不安需要暴力控制 于是一只黑暗中的力量在麦克阿瑟的默许下崛起了 这群黑道人物中 30岁不到的道川盛成开始迅速崛起 并创立了与山口祖齐名的日本黑帮道川慧 1937年 20岁的道川慧成来到由黑帮组织贺政会经营的赌场赌博 开启了自己的黑道风云 最初道川是维持赌场治安的一位马仔 外乡人的身份使其并不受大佬重视 真正让他展露头角的是他的狠劲 1938年 贺政会在神奈川县清建赌场时 开幕典礼上一伙人举刀闹事 这伙人来自另一黑道组织关根组 黑道火拼一触即发 彼时 贺政会的首领贺刚被围困 一名小混混杀出重为球员 道川盛成是来得最快的 他带头拼杀 几经混战救出了惊慌失措的贺刚 这一次江湖救急 也让他坐上了贺政会的武功之臣的位置 道川贴近大哥贺刚 开始了在贺政会的崛起之势 两年后 贺政会的二号人物病逝 道川接替位置 十年二十四岁 年轻气盛 加上大哥罩着 道川盛成以永夫之姿攻城掠地 热海市成了扩张的第一战 他们扩张的方式是抢地 彼时 日本大举推行侵略战争 年轻男性身在海外 家中房产只有老人妻子搭理 没有道德底线的黑道流氓们 描上了这些房产的生意 道川盛成威逼利诱户主 试图以低价购买 发上一笔横财 然而 日本战败 使得道川的计划落空 美军占领日本后 集中管理土地 需要有合法身份的日本人 前去登记 而同政府交往甚密的老牌黑帮 掌握着户籍信息 便趁机囤地 也抢走了道川 苦心经营的地盘 道川盛成和他的贺政会 全无机会 只得解散 还没做热火而当家交易的道川 早早引退江湖 但道川不在江湖 江湖却仍有道川的传说 热海的另一家黑道组织 山崎一家 找到了道川求助 我们遭到了朝鲜浪人的侵扰 请道川大人 务必帮忙出头 道川二话不说 拿起家伙 召集兄弟 便奔朝鲜浪人而来 对于接受黄明教育的道川来说 军国主义思想深植内心 朝鲜浪人 在其眼中 更是列等民族 他出头不只是为了道上兄弟 也是为了日本的荣誉 道川的狠劲 让朝鲜浪人也吃了饼 也让自己在此名声大震 很快 一位神秘客人找上了他 这位神秘客人 名叫尔玉玉士夫 是当时有名的 极端右翼分子 甲级战犯 朝鲜战争时期 尔玉玉士夫 一度在美国CIA的掩护下 大发战争才 此后 他一直大力资助右翼政客 纠山一郎和暗星介 这位纠山一郎 在1954年 成为日本首相 暗星介也曾走上首相高位 大家更为熟悉的是 他的外孙安倍晋三 正摩拳擦掌 准备在试图大显身手的 尔玉玉士夫 需要一双黑手套 而道川盛成 便是最佳选择 而吃了朝中无人的亏的 道川盛成 也一直在寻觅 可依附的政治力量 一番密会之后 黑白达成合作 道川在尔玉的帮助下 重大帮派 并开始扩张自己的赌场业务 作为回报 道川接下了维稳的重任 1956年 在尔玉扶持下 道川盛成重建赫政会 1960年 当凡安保斗争闹的举国沸腾时 尔玉特意向日本政府 批了大量武器装备 给道川盛成 而道川也知恩图报 掏空夹底 发动一万名打手 协助万幸界的右翼政府 维持秩序 反安保示威浪潮过去后 尔玉师夫 愈发注重黑帮的力量 甚至打算统一日本黑帮 为己所用 统一黑帮 但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道川盛成如此提醒 这个强大的对手 便是山口组 彼时的山口组 已成为关西地区 第一大黑帮 首领也传到了三代 穆田刚一雄首领 道川盛成 有自己的算盘 他要利用尔玉 成就自己的黑道帝国 道川会就此开始萌芽 短短数月时间 道川盛成立足关东地区 联系各路帮派 统一半壁江山 建立关东会 而关东会 也即是道川会的雏形 日本黑帮就此东西对立 黑道上新的血与腥风 开始积聚 但道川盛成心里早有打算 他走了一条 和山口组完全不一样的路 道川会身处于日本的经济中心 所以更多涉足一些 来快钱浅文明的 炒地皮 高利贷之类的 高层次 高智能的步伐收入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 道川会长期稳居日本 第二名的规模 正是因为道川会 资金雄厚 可以动用的关系众多 即便是日本各个地区 都被山口组渗透 山口组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道川会曾经组织过一个 关东20日的松散联盟 专门用来对抗山口组 这两个帮派之间 也时常发生 一触即发的火兵 但这些都不是关键 重点是战后动乱期 道川盛城凭借着个人魅力 收服了一大批在横滨 以及东京横琴的渔联队 渔联队就是在日本战后 由于社会乱象形成的 非传统的黑帮组织 其中 有一个人非常值得关注 他就是在岛国史上 从未隐藏过国籍和改姓名的 赵春树 往期视频介绍 大家可自行观看 此时的道川 正在逐渐走向高峰 但1964年 东京奥运会的开幕 日本黑帮集体 遭受了第一击冲锤 为了向世界展示 自己战后的良好形象 日本人表现出 超高段位的国民素质 同时 日本政府也把全国打黑 提上日程 还给打黑行动 取了个内涵名字 叫顶上作战 最先遭遇毒打的 是曾经的黑道顶流 国粹会 日本的国粹会 在1919年成立 听名字就知道 是个既勇又二的流氓组织 顶上作战打响后 国粹会政治觉悟极高 马上解散了帮会组织 还把大量的灰色产业 全部转让了出去 只保留了不擅长 但来钱快的房地产业 但此时的道川 属于政治觉悟不高的那一类 他先是解散了一个二级社团 算是给政府交差 然后借着奥运会 在东京炒地皮 同时还经营着赌场 和风俗产业 此时的日本政府 已经不再需要 道川这样的打手 一颗没有用的棋子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 犹如废物一般 随便就找了个 非法经营赌场的罪名 把道川关了三年 关东会也就此解散 而山口组的三代木 因为认怂态度好 转型速度快 成功逃过一劫 风头过去后 山口组并没有打击关东会 反而还让手下 在牢里好好照顾道川 随后 日本政府又在1970年 和1975年 进行了严厉的打黑运动 其黑帮成员 也从鼎盛时期的十万家 一度减少到六万左右 可尴尬的是 日本政府 即便对道川会 摸得一清二楚 但却没办法 将他们一网打尽 因为日本宪法 规定了结社自由 黑帮也是钻了这个空子 之后 很多组织重要人物 被抓后 帮会自行解散 可过了几年 老大出狱后重拾旧部 换个名称 又把社团组织了起来 1972年 出狱后的道川 重新召集旧部 成立了现在的道川会 不过 没了政府庇护 道川会也低调了许多 后来 道川会还和山口组 抱团取暖 建立了同盟关系 全日本 也只有四个县 没有他们的势力 大家也不再喊打喊杀 主要精力 全放在了业务经营上 紧接着上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经济开始腾飞 谁都知道 鄙视的东京 是世界的焦点 这个号称 卖掉东京23个区 竟能买下 整个美国的豪言转股 所有日本人都相信 等到1990年 日本将彻底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个年代 家庭妇女炒房 炒股 也能赚得盆满博满 股票交易所 和房产中介 是最至乡的职业 反而曾经带着 日本腾飞的实体工厂 一落千丈 因为来钱快 普通的上班族 也可以花一万日元打车 只为吃一碗 八百日元的拉命 加入黑帮 成为了一个 笑调大牙的选择 这是日本的全盛时刻 也是黑帮的落寞时刻 由于人才流失严重 靠人数取胜 已经不太现实了 所以 黑帮大佬开始 从国外购买军火 武装为数不多的小弟 班会间的火兵 也从冷兵器肉搏 变为拿着手枪对射 场面可以参考 北野武的极恶飞盗 但在几代头目的带领下 现在盗专会 比其他暴力团更高端 因为盗专会的高端人才 是所有暴力团中 组织占比最多的 他们的成员 很多毕业于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 祝波大学等等著名高校 甚至很多拥有博士学位 所以读书无用论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不读书就混社会 流氓都不要你 而且在投资界 相比于山口祖等 其他暴力团 盗专会的股票投资等等 可以说是玩得最好 当然了 因为这些年 日本经济不景气 消费下降 所以股票什么的 就不好做了 还是奶茶店 和章鱼小丸子 赚钱快 但是你不要因此 就对盗专会产生什么好感 盗专会的加法 也十分严格 只要成员敢宣布 退出盗专会 那他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黑社会永远是黑社会 虽然他可以干一些 白色勾当 但是这只不过是 给他的罪恶生意 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 另外一个困扰盗专会的问题 就是老龄化 据统计 日本所有黑帮成员中 年龄在50岁到70岁以上的人数 超过了总数的41% 40岁到50岁之间的成员 占到了34% 40岁以下的成员 只有不到25% 这也就难怪 曾经的社会大哥 混到这个地步 真是比社畜 还要虐心个几十倍 不光道昌会 即使排名第一的山口组 也好不到哪去 而他们越混越挫 说到底 还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对上街打架无感 比起单调 且苦逼的黑帮生活 还不如和虚拟女友 谈谈恋爱 打开PS和公本五脏 进行一番对抗 有太多的事情 比收保护费有意思 那谁还愿意加入黑帮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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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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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